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杂志宣称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为台湾地区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也曾对美国国会表示 中国大陆最快2027年就会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日前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丁渝州发表了《阵仗风云路》一书 致辞的时候表示 台湾地区如何在美国中国大陆两墙中求生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 丁渝州认为大陆不会为了基于统一而发动战争 但大陆会为了反对台独而不惜仪仗 台安全会议的前秘书长胡威征也为丁渝州谈话背书 表示完全同意 那么美英等欧美势力不断地高喊狼来了 到底目的何在呢 戴维森在美国会之所以做上述的表述 显然是借高护狼来了 以便可能索要更多的军事预算 幼误使台湾地区从美国购买更多的武器 也是在为美国继续深入地介入台海 以达成其战略目的制造舆论 而英美宣称台湾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则显然是知其难而不知其所以难 事实上那些宣称台湾海峡的和平 与稳定至关重要的国家及机构 宣称台海和平可能生变 多是出于自己的私立目的 并只看到中国大陆舰机频繁绕台 并跨越所谓的海峡中线 而故意不讲明其中的原因何在 或许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 并企图混淆视听 事实上对于实现国家统一而言 中国大陆的立场与主张早已讲得清楚 说得明白了 那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但前提是台湾方面需遵循 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中 关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规范 不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也就是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不成为封裂国家损害国家利益的中国人的敌人 众所周知 对付封裂国家损害国家利益的敌人 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 主权安全与发展等层面的核心利益 可以采取一切的必要手段 包括非和平的方式 这也是主流国际社会 包括美国所奋行的准则 而现实中 目前台海之所以风高烂击 甚而可能会出现惊涛海浪 台湾之所以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其根本的原因 绝非所谓的中国大陆 要用武力去实现国家统一 也绝非所谓的中国大陆 意欲改变国际秩序 以主导亚太去事务 而是当前的台独分裂势力 与国际反华势力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与战略图谋 相互勾连 主动挑衅 妄图当方面改变两岸关系性质定位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结果 众所周知 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的崛起 与美国的GDP及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小 差与国际事务越来越多 国际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美国不仅认为先前的旨在 和平演变的对华接触交流政策失败了 而且认为中国的崛起 总体上不利于美国的霸权战略与国家利益 因此转而失心 旨在遏制与打压的战略竞争政策 自泰拉普执政以来 美国加强了利用各种筹码与条件 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打压 包括更加频密 更大力度的打台湾牌 妄图以台制华 包括更加先进的对台军售 更加高层的官员创台 更加频密的舰机抵径 更加深度的介入台湾 这不仅不断的释放 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信息 而且直接侵犯到中国的领土 主权与安全 危及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不得不奉其反制 与此同时 2016年5月上台的台湾民进党当局 不仅单方面推翻了 先前海峡两岸达成的 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九二共识 而且利用完全之争的便利 大搞台独分裂活动 更利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大打台湾牌的机会 勾连美国等国际法华势力 谋求台独 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损害国家在领土 主权 安全与发展等层面的核心利益 把自己变成了中国的敌人 有鉴于此 为维护国家的领土 主权 安全与发展等层面的核心利益 大陆不得不针对台独分裂势力 与民进党当局的敌对言行 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些必要的防治措施 这就是近年来大陆舰机 平凡烙台并跨越所谓的海峡中心的主要原因 也是台湾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危险地方的根本原因 众所都知 在捍卫国家领土 主权 安全与发展等核心利益上 中国的意志 建入胖市 而且是一贯的 如果美国等国际访华势力 继续打台湾牌以台制华 如果台湾台独分裂势力 继续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继续与国际访华势力勾结 损害中国核心第一 中国的建计就会继续频繁地落台 并跨越所谓的海峡中线 而且台独分裂势力 与国际访华势力 一旦预约两同属一个中国的底线 一旦触碰 《仿分裂国家法》划定的红线 并将遭到来自中国大陆的 强大武力手段的挥灭性打击 感谢收看 下期观察 我是陈翔 我们下期接着聊